Lamb Setting 接下来给各位介绍名称设定 也就是Lamb Setting 那我们从Equalizer 往下就是Lamb Setting 我们透过飞兽把它移到Lamb Setting 我们按下它的飞兽中心键 它会进入到我们要选择它的显示方式 第一个是显示Off Off的时候 它就是只能在我们这个显示幕上面 它只能显示就是频率 它没办法显示其他的东西 当我们要选择On的时候 也就是我可以显示我要编辑的名字 那我们再按中心键 它挑出以后 我们再选到下一个 就是编辑Edit 这个Edit里面它总共可以给你编辑 十个英文字母 或者是书字 或者是符号 然后从大写的英文字母 然后从大写的英文字母 一直旋转的时候 它会进入到一些符号 从符号完成了以后 它会进入到书字 然后再会进入到小写的英文字 在依照这个方式 依照各位要选择哪一个字母 你只要选择以后 你再按一个中心按键的时候 它会跳到第二个 那一起对推来去做一个选择 来去做设定 那设定完成以后 也是一样我们按中心键 那跳出去完成了以后 然后我们再进入下一个 它会到一个Set Exit 也就是说我们要确认 并且跳离这个Name Setting 以上就是介绍这个名称设定 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名称设定 完成了以后 我们再下一步 我们飞缩按键的时候再旋转 它会到一个LED Address 也就是我们联控的一个地址设定 那我们这个联控地址设定 是透过这个RJ11这条线 跟电脑有这个联控的软体 我们可以联控64台MI909T 那当然每一台都要给它设定一个位置 不然来讲是它完全不知道 这个电脑是在哪个位置 所以我们在设定LED Address 就是网络这个地址的时候 然后联控这个连接地址 我们在这个LED Address的时候 按下中心键 它会跳入到 目前来讲是01 那我们现在假设来讲 我这台是第10 那我就按下中心键 那我就旋转我飞缩键 到10的位置 我就停下来 以后我再按 它会跳出这个Net Address 也就是联控地址设定 以上给各位介绍就是 Name Setting 名称的设定 跟Net Address 就是联控地址设定 那么在这一个地方 我再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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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按下